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重座 编定的时间是后蜀广正三年 也就是北宋王朝建立之前的二十年 公元九百四十年 这个词集一共收了五百首词 包括十八位词人的作品 这十八位词人当中 五代的词人有十六位 在这十六位五代的词人当中 悉数的有十四人 京南有一人 京南的故地就是现在的湖北的金门那一带 后晋一人 后晋是北方的 还有两个人是唐代的人 一个是温庭云 一个是黄浦松 黄浦松的年代 离五代还比较近 温庭云的年代 离五代就比较远了 花建集编定的时候 温庭云已经去世七十五年 所以关于花建集的基本情况 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第一 它是以西俗词为主 但不全是西俗词 我刚才讲了 十八个词人当中 西俗词人有十四人 还有一个是京南人 一个是后晋人 还有两个是唐代人 通常有一些人讲花建词就是西俗词 这个不准确 它是以西俗词为主的 但不全是西俗词 第二呢 它以五代词为主 但不全是五代词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 它还有唐代的温庭云和黄浦松的作品 花建集收录了温庭云的词多达六十六十 几乎收录了他全部的词 就我们现在所知 温庭云传下来的词也不过六十九首 他就要把温庭云的词收到六十六首 可能在当时来讲应该是最全的 而且温庭云已经去世七十五年了 他还把他的作品收进来 而且还收这么多 可见温庭云的重要性 关于他的重要性 我们等一会再讲 花建集除了收录温庭云的词 多达六十六首以外 还收录了伪装的词 多达四十八首 也是几乎收录了伪装词的全部 因为伪装的词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见到的也就是五十四首 仅仅是这两位词人的作品 就占了花建集所收作品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超过了平均数的两倍 平均数就是十八位词人 平均每个人收二十七点七首 他超过了平均数的两倍 所以由此可见 这两个人在唐五代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温天云和伪装并称温伪 他们创造了词史上两种代表性的风格 一个是蒙历 一个是苏丹 这两种风格的影响非常深远 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一直影响到现在 两种风格 一种是农历的风格 一种是苏丹的风格 一直到现在 词的创作 都体现出这两种风格 所以这两个人影响深远 我们先看温天云的词 温天云 本明齐 就是叫温齐 自飞清 祖籍是山西齐县 后来呢 迁居到户县 就是现在陕西的户县 温天云本是名门之后 他是宰相温延伯的后人 但是 他自己在政治上很不得志 多次参加进士考试 都没有被录取 一直到56岁的时候 才做隋县位 隋县 在现在湖北的隋州 65岁的时候 才做国子咒教 当然那个时候的 国子建的咒教 相当于现在 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 那个时候的咒教 相当于现在的教授 那个时候的校长呢 叫季九 国子季九 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66岁的时候又匾 匾为方臣县位 大致经历是这样子 温天云貌丑 不是美男子 还有一个外号 叫温中奎 但是才是敏捷 他的才是如何敏捷呢 被五代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也是花间词的重要词人 孙光县 写了一本书 叫北梦所言 在这本书里 记载温天云说 温天云财师敏捷 游公小妇 每入世 牙官运作妇 凡八插手 而八运成 他这个作妇啊 是牙官运 就是官方规定的运 每八插手 而八运成 这插一下手 就一运就成了 所以他有一个外号 叫温八插 这个温八插 可以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的 朝七部媲美 那曹操 在儿子朝直 做师不就是七部成师吗 所以温八插 朝七部 八插手 而八运成 多为林铺甲手 什么叫林铺甲手啊 因为当时的这个考试啊 它是每个人一间小房子 每个人一间小房子 一进去了 就要考两三天 这两三天的吃的 喝的 用的 全部都带在身边 所谓林铺啊 就相对我们现在说的林座 但是我们现在的林座之间是没有隔离的 那人家那个还是有墙 有隔离的 多为林铺甲手什么意思呢 多给隔壁的考号的人 作刀 因为他自己才是敏捷 他自己的卷子完成了之后 还有时间 绰绰有余的时间 给别人作刀 所以他多为林铺甲手 浩月也 叫树人也 救树人 他可以救几个人 救几个人的救场 是吧 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是财势敏捷 第二也有些万事不公 因为你给别人作刀 这是违规的 是吧 要是在现在 那可要受严厉的处分 这个还记载一段词 就宣宗爱唱菩萨满池 这唐宣宗啊 是唐代的皇帝当中 一个比较有文才的皇帝 他喜欢唱菩萨满池 因为菩萨满池 当时来讲是最时尚的流行歌曲 而皇帝也喜欢唱 喜欢唱怎么办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唱词啊 很多都是阅公做的 阅公的文化水平不高 所以歌词做的就比较粗糙 当时的令狐相国啊 贾其心传秘境之 这个令狐相国是谁呢 就是令狐楚的儿子 令狐陶 这令狐陶当时执政 他就借温庭云之手 心传秘境之 唐宣宗爱唱菩萨满池 宰相令狐桃 不会填词 不会填词了就借温庭云填的词 秘境之 当时皇帝说 是他自己填写的 当时温庭云说 叫他不要泄密 说你不要说 我把他拿去献个皇帝 谁知道温庭云这人呢 拒言于人 很快就说给别人听了 这不就是把宰相得罪了吗 所以游氏疏之 令狐陶就收远了他 温仪有言云 中苏堂内做将军 即相国无学也 所以令狐陶虽然做了宰相 但是你没有文化嘛 你虽然做中苏堂 但是你是一个将军 就像一个航无出身的人 就是讥讽他无学 大家由此机会 看出温庭云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是一个嗜财傲物的 讥讽权贵的人 所以在政治上就不得志了 对吧 所以人家中 丑而多才 本来中国就有一个 不好的传统 就是以貌取人 是吧 本来就丑 丑而多才 这就有些独特了 而且呢 还性骑傲 性格非常骑傲 又不修蝙蝠 不拘小节 又好几次权贵 故为时所计 遭到人们的记恨呢 终生不育 死后多年 才因为伪装上奏 追人为尽事 伪装因为同情这些 有才华 而终生未举尽事的那些才子们 就给皇帝上奏 一下子追人的二十多个才子 包括温天云 还包括其他一些著名的文士 下面还有一段记载说 就是太平广迹 当然这是一部小说 太平广迹里面呢 还有些是小说 有些的是笔记 真真假假 需要我们去判断 太平广迹 卷 四百九十八 引玉泉子这一本书 说什么呢 说温天云呢 有一个姐姐嫁在扬州 所以她经常就要到扬州去 看她姐姐 顺便到扬州玩一玩 扬州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 相当于现在的上海 当时唐代的城市 最繁华的是扬州 其次是成都 所以有扬一一二之说 扬州第一 易州第二 扬州那里聚集了 大量的富商和歌迹 再加上她姐姐又嫁在那里 所以她就去 以看她姐姐的名义 在扬州游览 当时扬州的牛后 就是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叫姚旭 据说这个人呢 和他们家还有一些亲戚关系 有的书上说 是温廷云的表书 是她的表书 那她在扬州的地方形成长官 温廷云到那里去 所以这个姚旭就勉励她 希望她好好地读书 继继继继继续准备高考 还赶了她钱 制作她 谁知道她呢 把这些钱呢 全部花在秦楼筹馆 就听歌 观舞 喝酒 全部都花销在那里了 所以这个姚旭很生气 当作众人的面 把温廷云痛打了一顿 这一打之后 就天下文明了 本来温廷云就是一个天下有名的才子 而且居然被一个表书 被一个做地方官的表书 当众鞭斥 所以名气更大 影响更坏 更落不去 这样子呢 就使得温廷云的姐姐非常生气 她觉得她的表书这样做过分了 那有一次 她的表书到了她姐姐家里 她姐姐本来是在楼上 在房间里 就问谁来了 他们说是表书 姚旭来了 她姐姐不顾一切地从楼上冲下来 抓着姚旭的衣袖 大哭大闹 她说我弟弟还年轻 像这样的事 常人难免 你教育她可以 但是你当众去羞辱她 就坏了她一辈子的名声 她姐姐大哭大闹 不依不牢 把这个姚旭都吓坏了 她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名门的女子居然是这样一个河东湿吼的人物 都吓坏了 回去就卧床不起 一个月之后就死了 就是被她姐姐吓死了 你想想她姐姐当时有多么生气 同时反过来看看 她姐姐多么爱她 是吧 多么同情她的遭遇 多么爱她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故事 天下盛传 你说有了这么多的事情 又给人家这个捉刀 是吧 脏得又丑 财势又敏捷 又好出入秦楼仇馆 又被表述当众这个教训 而且表述居然被自己的姐姐吓死了 这一连串的这些雷人的事情 使得温廷云的名声大得不得了 说起温廷云 就说他是一个风流浪子 所谓爱足 闲催之音 未测验之词 此书上就是这样记载的 当然 关于姚旭打她的事 我怀疑可能是小说家言 但是有时候这个小说家言 它也不完全是空旋来风 它往往要根据一个人的为人 根据一个人的其他方面的 一些事迹传说 来加以虚构 所以不完全是空旋来风 总而言之 这个人是丑而多才 这个不修蝙蝠 好讥讽权贵 这样一个人 正是这样一个人 成为唐代文仁慈的鼻祖 正是这样一个 常常出入秦楼仇馆的人 为唐代文仁慈的建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这个秦楼筹馆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 通常人理解的秦楼筹馆 好像就是一个社情场所 这个对古代来讲不确切 秦楼筹馆 首先是一个歌舞娱乐场所 是一个群众文化活动场所 是一个艺术家们会吹的地方 正是因为文仁慈楼仁慈楼筹馆 所以他接触了当时最流行的艳乐歌曲 接触了当时最流行的艳乐歌曲的演员 为当时的那些艳乐歌曲的演员们 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词 如果温定云不出入秦楼仇馆 天天在家里 关起门来读圣贤书的话 那他可能只能成为一个学者 一个官员 最多成为一个诗人 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词人 所以对于温定云出于秦楼筹馆 我们要联系他的工作性质来进行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讲 温定云出于秦楼筹馆 那是工作的需要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 当然与他的浪漫的信心有关 首先是他喜欢出入那些地方 然后是他觉得有必要出入那些地方 温定云这个人能诗善词 他的诗也写得比较好 他的诗和李商颖齐名 他的名字甚至排在李商颖的前面 号称温理 号称温理 他的诗写得比较清丽 他的词写得比较浓厉 在诗坛上和伪装齐名 号称温伟 诗坛上号称温理 诗坛上号称温伟 他总是排在前面 由此可见他的地位吧 所以他是唐代文人 他是文人词中 文人当中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人 我们知道唐代的文人词 并不死于他 在这之前我们讲了李白的词 讲了刘雨昕的 白居易的 张志和的词 他不是第一个 但是他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人 文人词 尤其是文人小令 是在他的手上定型的 所以他被称为文人词的笔主 他的词集叫金拳集 早已不传了 全堂五代词 收他的作品共六十九首 以上是关于温体云的生平 四集为人 和创作的大致情况的介绍 下面我们讲他的代表作 菩萨蛮 请大家把它读一遍 菩萨蛮开始 这首词呢 是温体云 菩萨蛮十四首当中的一首 也就是传说当中 令胡桃 要他做的那一首词 然后送给宣宗皇帝 这是十四首菩萨蛮当中的第一首 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